你们肯定想不到 糯米茨和戚风蛋糕结合起来是什么味道 那今天我就教大家做这一款 柔软香甜Q弹软弱又拉丝的 白雪椰蓉糯米茨 它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 你们还不赶紧做起来尝尝它的美味 我们做白玉卷 白玉卷我们要分糯米皮 还有我们的蛋糕胚 好 先我们来做蛋糕胚 油倒入盆中 还有牛奶 还有椰浆 我们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 好 我们搅拌至无油化后 低筋面粉过在盆中 打蛋器划Z字搅拌 我们搅拌至看不见面粉为止 然后我们将鸡蛋分开 蛋白倒入无需无油的碗中 蛋黄就倒入我们的面糊中 蛋分好后我们将面糊同样划Z字 将它们混合均匀 我们的面糊搅拌好后 它是有流动状的 好 接着我们来开烤箱预热 我们开烤箱上下火180度 好 然后预热 好 接着我们来打发蛋白 我们先将蛋白打至粗泡 好 打至粗泡后 然后我们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好 现在加第一次白砂糖 好 我们打蛋器开中速 然后转高速打发 好 我们打到蛋白细腻的时候 然后我加第二次白砂糖 好 同样我们开高速打发 好 我们的蛋白打发到有纹路的时候 加第三次白砂糖 好 然后我们可以开中速 因为我们今天的白砂糖偏少 给大家减了糖的 好 我们蛋白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开低速 好 稍微将它搅打一下 好 蛋白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大概九分发这个样子 然后看我们的盆底 它这个小尖角不是特别的利 稍微有一点点的弧度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白砂糖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不要打得太过了 不然很容易消泡 我们将打好的蛋白分两次加入 我们直接利用我们的打蛋器 手法其实和我们的刮刀是一样的 好 做翻拌的手法 搅拌好后 我们将剩余的蛋白加入 同样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用打蛋器搅拌的差不多 我们换刮刀 然后稍微再将它翻拌一下 搅拌好后我们倒入烤盘里 然后我们可以用刮刀 稍微将它抹平 好 我们铺平后 然后摔磨 然后震出大气泡 好 然后我们放进预热好的烤箱链 然后我们放烤箱中层 好 时间设置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经过18分钟烘烤我们的蛋糕就烤好了 好 稍微刷一下 好 我们放在量价上 接下来我们来做糯米皮 然后我们除了黄油以外 全部的材料加入碗中 糯米粉 还有糖粉 玉米淀粉 牛奶 还有椰奶全部都加入 蛋器搅拌均匀 面糊搅拌好后 是这样的流动状 糊糊状 好 搅拌好后 我们可以稍微过散 也可以不用过散 然后我们就上锅蒸 我们锅上气后 然后就将它放在里面 大概时间是15到18分钟 我们的面皮已经蒸好了 稍微将它放凉一下 然后放凉至我们手摸起来 没有那么烫了 就可以将黄油加入 黄油加入后 我们将它揉搓 揉搓至我们的面团 将黄油吸收 我们的糯米皮油煮好后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拿出 我们烤好已经放凉的蛋糕坯 我们将它分成四份 好 接成长条 我们将它分好后 先放一旁 好 接着我们来 擀我们的 哎呀 糯米皮 我们将糯米皮分成四份 好 今天我们要做 四块大的 好 我们拿一个 稍微将它表面 好 用平整 然后将它搓成长条 好 因为一会儿 我们要擀成长方形 将我们的蛋糕坯 放在里面 用擀面杖 如果擀面杖粘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抹一点点 玉米油啊 色拉油这些 擀好后 我们取一块 我们刚刚切好的蛋糕坯 好 放在上面 好 然后将它叠起来 好 然后将它叠起来 好 我们准备一个长条形的盘子 然后上面倒满椰蓉 这样裹好的糯米糍 然后放在椰蓉上面 然后裹一些我们的椰蓉 我们每一条全部准备好后 我们还要继续切割它 我们将两头去掉 因为它是多余的 然后我们来切它 就平均分配就可以了 切在两边 继续沾椰蓉 这样一个糯米糍就做好了 椰香味浓郁 并且Q弹软弱的 糯米糍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